哈喽大家好 我是Celsior 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再度用模型车 来跟各位聊聊实车的故事 今天我们这台车 我相信大家也是朗朗上口 耳熟能详的车子 我们今天的主角在台湾有个 昵称叫做霸告 为什么叫霸告呢 因为190 用米兰语来念就是霸告 刚刚好就是这个念法了 所以正式的讲法应该是W201 或者是1901 但是在台湾常常被昵称为 霸告了这台Mercedes-Benz的Baby-Benz 那么201这个车子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呢 好的我们一样先让模型车先退场 我们等一下再来跟各位聊聊 模型车有趣的故事 我们先来跟各位聊聊 这台车实车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好的我们模型车先退场 OK好 我们讲到霸告这个车子 各位我们刚刚讲到 它有个昵称叫做Baby-Benz 没错 这个车子当年是在七年代 因应石油危机 所决定要开发一台小车 尤其要对应美国的油耗法规 所以这台车子从一开始就决定 它要在美国这个地方上市 所以这个车子它小归小 它一样要保有Benz该有的奢华 该有的气场 于是很快他们就决定了 这个车子要做缩小版的W126 各位可以发现 其实它叫Baby-Benz 它也可以叫做Baby-126 因为它的很多线条 像我们现在看到侧面这个线条 你看到这个车头这边 车头灯也好 或者车尾灯也好 基本上就是W126的翻版 侧面像是什么 侧面像是W124 尤其W124当年标榜了 所谓的后方的通风口 这边在报告这个车子 201这个车子 它也是保留住了 126就拿掉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车子外形 等于是结合了 126的车头跟车尾 还有124的侧面 所以这个车子 虽然看起来很有家族的脸孔 可是不会让你觉得 好像是一台抄袭了心的车子 反而会让你觉得说 这是一台缩小版的一台Benz 于是在当年其实有很多人 是买给家里的太太 或是买给儿子 来当做代步车来使用 可能男主人自己就开S-Class 或是E-Class 但是家里面可能会有台 C-Class这个车子 当然也有很多人 是好不容易存了一辈子的钱 终于可以买一台Benz 就买台最便宜的 1901的车型 1901这个车型 它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因为它是一台Baby Benz 所以它的引擎的容金 算是比较小的 它最早有所谓的2.0跟2.3 后来还追加了玫瑰的2.6 甚至还有所谓的性能版 我们所谓的2316跟2516 这两个筷子人口的作品 到了晚期 它又追加了更入门的1.8的车型 这个车型在台湾 以台湾的税制来讲 当然它是比较划算的一台车子 不过我个人倒不是很推荐 一般人去玩1901 1.8了 为什么不推荐呢 首先第一个 这个车子动力比较弱 虽然它的税金比较省 但它动力比较弱 第二个是什么呢 这个车子它的引擎 没有在其他的1901上面共用 所以你引擎也好 你周边相关的配备也好 你要找到零件 是相对比较不容易 可是相对的 像所谓的2.0 2.3 2.6 这个车子引擎跟所谓的124 或是126 它都有所共用 所以要找零件 比较不是那么的麻烦 当然了 因为1901这个车子 我们看到 它车尾这边写个1 所以它这个1是什么 激喷的意思 其实它有一款最入门的是 没有1这个字样 是所谓的化油器 化新那款我就不建议各位去玩 那如果要玩一般的1901 你要记住 它只有激喷 它没有电喷 所以你的后勤 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毕竟这台车子 它这颗引擎 你要找对师傅 像我自己 我觉得1901这个车 是可以玩的 因为我自己曾经玩过两台 那这个引擎 就是所谓的激喷 像我自己玩的两台 就是所谓的2.38V 2.3当然虽然它最近重了一点 不过它的动力 算是相对的比较充裕一些 在开起来来讲 算是游刃有余 而且1901因为它车子比较小 所以这个车子 开起来蛮有意思的 它不仅是外观 这个是W26的缩小 内装基本上也是 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所谓的条件型的作用 也是来自于126的 这个造型的一个灵感的启发 那内装的部分 它中中台的线条 算是比较斯巴达一点 但是稍微有点倾向于驾驶座 那我这一台 我们现在看到这台 是我当年开的 这个前手已经帮我把方向盘 换了一个更有意思的一个式样 基本上它的中中台的布局的配置 虽然是没有126那么豪华 不过该有的像核桃木 这些东西也没有少给你 而且这个车开起来 比起126比起124来的紧凑很多 所以这个车 其实你要去山路上小玩一下 不是不行 但是不要太过头 像124126你要去山路上面玩 我会建议你省点力气 1901还真的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能力 甚至它虽然车子小归小 不过它后座的空间 其实表现的还算 我觉得勉强可以接受 尤其这个车子 你真的坐在 不管是前座还是后座 你都可以感到 Benz那种 肩若磐石那种安全结构的那种感觉 而且速度相当的棒 所以我们这个车子 后座虽然小 但是有着载人之后 后座人也常常睡着 这是我当年的一个 非常深刻的印象 基本上这个车子 年轻人如果想要玩的话 你只要能够找到 会修鸡喷的师傅 其实这个车养起来 并不是非常的困难 当然如果你要去买23162516 那就另当别论了 好的 这是我们简单跟各位讲一讲 1901这台车实车的故事 接着我们就召唤我们的模型车回来啦 来吧 1901这个车子 当年其实也算是相当有名的一台车子 所以它的模型车的推出 算是相当的丰富 像我以前小时候 在念书还在流的鼻涕的时候 就有买过它的山寨的版本 就是没有任何授权的版本 那时候我也是玩得很开心 那么我后来我也买到 Auto R1比18的大的版本 哇那个做的细数度真是没话说 但是以小台来讲 当然Mini Champs的1比43做的也不错 可是以1比60来讲 我觉得看来看去 还是Tommy Tech的TLV算是它的王者 怎么讲呢 来我们首先来欣赏一下这台车的车头 光这台车的车头就有很多故事 可以跟各位讲 首先第一个 TLV成功的解决头灯黑点的问题 因为这个车子 Benz的当年的80代车型 这个车的头灯都非常的巨大 如果你还有黑点的话 那看起来真的是很麻烦 像我以前有玩过Yonezawa Diapeto的560 SE-L 那个应该是做1比40的吧 哇它头上的4个黑点 就是毁掉它整个车头的神韵 但是TLV率先克服了这个问题 真的是蛮佩服它们的 另外一个让我赞叹的是什么 它的水箱罩 各位你看 1901它的水箱罩 基本上都是所谓的双炸型的 你看TLV它把下面这个细炸都做出来 而且做得很细 我们之前在跟各位介绍到其他的车款的时候 常常会讲 可能它杜哥窗框太粗了 可能它黑线太粗了 在这台车上面的黑线跟杜哥窗框 完全是细致有云 怎么讲呢 它可以做这么细的涂装 这个成本真的是蛮厉害的 当然你不要怪它说 那你这个力标怎么没有出现呢 这个模型车做力标 基本上成本太高 而且这个力标你要是有做的话 那真的很快就会断掉 车头这个地方我觉得算相当完美 但是就是有个地方 就是它的这个车牌框 我觉得我不太懂为什么 它要把车牌框做得这么的显眼 当然有些TLV的车款 它会另外有一个车牌框 让你去做一个粘贴的方式 那1901它是帮你粘好的 但是我觉得有点突兀就是了 接着我们来看侧面 侧面是我这台车 我一个很赞赏的地方在于说 它的这个浪板 因为1901我们看这个实车的视觉图 它的这边有一个浪板 这是实车它的一个标榜 所以它一边上面这边是金属 下面这边再实在来讲是塑胶了 那TLV真的是把塑胶跟金属 这种反射面不同的这种感觉 都给呈现了出来 我觉得它算是相当厉害 甚至AUTOA 1比18 我觉得它那种视觉的落差感 还没有那么大 但是TLV它做出来 至于像这个门把 像这个窗框什么 做出来这是TLV的标配 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这个后视镜这边 如果你有玩过老的Benz 尤其是124126就会知道 这个我们后视镜跟车身连接的这个部分 这个橡胶块 这是我们永远的痛 因为这东西风吹日晒不用太久 它就会硬掉 然后就会碎掉 你要真的在包围场 或者在中古品 要找到这个软软的不容易 那TLV它也不含糊 它没有说把这边喷成铜色 它还是做了双色的一个处理 所以跟实车来讲 栩栩无声 至于它的铝圈这部分 要帮TLV讲讲话 铝圈这边 你看一下跟实车的效果图 它是做Benz经典的八孔铝圈 这个八孔铝圈非常的经典 甚至到了126124 2210都还在用这颗八孔的铝圈 可是在模型上来 你会觉得 这做得好像铁圈盖 你不要怪它 首先第一个 它因为成本的关系 所以它的这个铝圈 它是没有去做着色 这个孔洞是没有做着色 但是它因为它深度够 所以你乍干才会以为它有着色 另外一个是什么 我们看这实车效果图 其实实车来讲 这个铝圈是有弧度的 有一个圆弧的造型 那模型车 它的圆弧造型 可能做得过多一点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模型车的 你的圆弧的造型 没有做得很大的话 你事实上是看不到 因为我们在看实车的视角 跟模型车的视角 是不一样的 所以再看这样 你会觉得 这个好像是铁圈盖 但不是 这个算是模型车的一个极限 你就不要再怪它了 至于车尾的部分 我觉得也算相当的有意思 车尾的部分 我们叫实车的照片 出来跟大家对照一下 实车的车尾灯 也是跟W126 算是做一个缩小版 而且它实车的尾灯 外框有做一个黑框 模型车也把黑框 把它给做出来 并且模型车 它的尾灯这边 很可惜 它的黑点是存在的 但是我觉得没有到很突兀 其实我觉得TLV 它是可以把黑点 整合在倒车灯 但是会让倒车灯变黑 TLV并没有那样做 所以它的尾灯 还是做了红黄白 三色疏弱有致 至于上面的字样 1901 Benz logo 还有2.3的字样 它都做出来 甚至它实车 实车在logo的下面 是心理箱盖的锁 以及它的按钮 TLV也把这个东西 给做出来 虽然小小的一个 但是它把它做出来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 这个塑胶的保杆 它也做出来 唯一让我觉得 车尾可以显的地方 当然还是在这个排框 我是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这台车 它的排框做的特别的大 特别的大片 而且我在想 是不是它里面有附什么 这个排框上的贴纸 可以让我贴呢 看了半天也没有 所以这个车牌 我觉得是有点可惜 不知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TLV 它要做这个东西 但是或许也算是 这台车的一个特色 OK 这台车子 我们看到它的 这个盒子的编号 它是属于TLV LV的LVN79的这个编号 所以这个车子出来 有一段时间了 而且它有刷过 不同的颜色 当年我记得 刚出来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卖得不错 所以如果各位 你对这台车 有兴趣要去找的话 你可能要稍微 费点功夫 但在市场上 并不是非常的难找 而且我们当然是很期待 它可不可以 再去重新刷一些 别的颜色 因为毕竟 1901这个车子 从1980年出来之后 它的实测的色彩 相当的丰富了 我们也希望 TOMICA有机会 可以再多出一些 不同的颜色 来加回我们这些车迷了 好的 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影片 我们透过TLV 这一台1901 来跟各位聊聊 霸高财车实测故事 顺便跟大家推坑一下 霸高财车 这台TLV的模型车 最多相当的细致 如果你喜欢 1901这个车子 你可以买一台实测来玩 如果你预算没有那么多 我们也会建议你 TLV这台车的精致度 做工程是相当的不错 值得大家好好的考虑 好好的欣赏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 再次感谢各位收看 也希望大家去支持 我们其他精彩的节目 我是肖子友 我们下午再聊 拜拜